嘿,你还好吗?我是诚意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DJ诚意 每晚都会哄你入睡 今天晚上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 我们回不去了 高中校门口的米线还是四块一碗 老板还是那堆中年夫妻 米线的味道依旧很好 我们坐的也还是高中的老位置 一切都还是记忆中的样子 只有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 有说不完的话和永远扬起的嘴角 我不喜欢成年人 因为成年人跟青年人比起了胆小的厉害 以前若是喜欢哪个姑娘 就算不被搭理 也必定先表白了再说 那一枪子的喜欢 从不支支掩掩 若是不小心伤了姑娘的心 必定深刻检讨 诚心诚意地去道歉 心里有什么 便说什么 情话不觉得肉麻 道歉也不觉得尴尬 可是我们终究是长年了 道歉的话无从张口 那份喜欢 变得无法表达 我不曾主动 跟你发过微信 只是那日 我梦到了以前 高中在一起的日子 醒来的时候 想你想得厉害 心里想着我要告诉你 我很想你 发出去的消息确实 最近过得还好吗 对话框显示 你一直在输入 很长时间之后 你只说了一句 苦得还好 我们每个人 都有一肚子的话要说 却说不出口 就像今天一样 我们略显尴尬地 吃着迷信 说着无关痛痒的工作 生活 只字不提感情 我们越来越多地 开始怀念青春年少 怀念我在你耳边 呢喃着 遇见你真好 怀念那个时候 又打不完的电话 怀念那个时候 少有的争吵 你嫌弃我不努力 我生气你爱吃醋 现在想来 那是我们人生中 最放肆的时候 喜欢一定要告诉你 生气便一定会吵起来 我们从没想过 要一日会分开 所以我们肆无忌惮地 消耗着年轻的荷尔蒙 用短跑的速度 进行着长跑 后来我们用了很长时间 来思考那些在一起的时候 思考我们为什么会分开 初恋的美好在于 每个人都是真实的自己 初恋的不容易长久 也在于每个人 用力过猛 我多想用成年人的感受 回到高中 去谈谈此恋爱 那样我们就不会因为 谁也不愿意妥协 而错过彼此 可是这世上伤人的便是这句 我们回不去了 就算我们对于分开的感觉遗憾 对于彼此 依然心存喜患 可是沧海桑田 我们真的回不去了 时光没能带走 那颗深爱的心 却带走了那个 少年的 所有勇敢 他想说 我爱你 还有对不起 可是他终究还是 什么都没说 晚安 好吗 那年春天 我迷失在梦里 那年夏天 像它一样天晴 那年秋天的风 映入黄湾的耳朵 那年冬天 身边缺了你 如果春天 春夏秋冬失去了你 我怎么过一年四季 满无目的的胡言乱语 让我独白出谁的回忆 春夏秋冬放开了你 你让我怎么平静 你的话就像秋风无情 你的话就像秋风无情 那年春天 那年春天 我迷失在梦里 那年夏天 像它一样天晴 那年秋天的风 映入慌乱的耳机 那年冬天 那年冬天 身边缺了你 如果春天 梦里面没有你 如果夏天 街角雨不见你 就算秋天 就算秋天的风 带你回不到这里 我的心 就像冰冷的冬季 春夏秋冬失去了你 我怎么过一年四季 满无目的的胡言乱语 让我独白出谁 让我独白出谁的回忆 春夏秋冬放开了你 你让我怎么平静 你的话就像秋风无情 春夏秋冬失去了你 我怎么过一年四季 满无目的的胡言乱语 让我独白出谁的回忆 春夏秋冬失去了你 你让我怎么平静 你的话就像秋风无情 怎么去寻找春天的归期 看着大夜一起回归远方 心中想着伴随你的姑娘 看着落叶飘落 味道家乡的彷徨 保持着习惯的想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